培养孩子情商 用故事给孩子最好的启蒙 这里是由酷吻音乐独家播出的 精选儿童成长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 嘿小朋友们好 我是你的成衣哥哥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 奇怪的镜子 美丽的池塘里有一条小鱼 它快快活活地玩了一天 可累了 正想休息一会儿 突然小鱼发现有一样东西 在一闪一闪的 它睁大眼睛一看 不禁叫起来 多大多亮的镜子啊 小鱼想 要是把镜子搬到家里 让大家都能照一照 该多好 想着想着 小鱼轻轻地游到那镜子边 还没碰着 镜子就碎成一块块小片了 小鱼 小鱼心里难过极了 但是不一会儿 那镜子又圆了起来 于是小鱼 镜子又碎成一块块小片了 小鱼和小青蛙都很难过 但是不一会儿 那镜子又圆了起来 于是小鱼 小鱼 小鱼小青蛙 和棒都很难过 但是很快 那镜子又圆了起来 小鱼又找到了 正在水澡中吹泡泡的螃蟹 螃蟹哥哥 我找到一面 又大又圆的镜子 请你帮我带回家好吗 螃蟹一口答应了 它用两只大大的钳子 刚想轻轻地夹住镜子 可是镜子又碎了 成了一块块的小片 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又感到很奇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只听见一阵 哈哈哈哈的笑声 虾公公拖着长长的胡子来了 傻孩子 这哪是镜子 这是天上的月亮 倒映在了水面上了 小鱼 小青蛙 小荷蚌 螃蟹 都抬起了头 大家看看天 又看看水面 都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连池塘里的月亮 也笑了 今天的故事 记得这里了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 这样奇怪的镜子吗 请问 早点睡 请不吝点赞